昨天北部下起大雨 新北市的万里也淹大水 滨海公路的夹头路段淹水最为严重 一度高达两公尺高 消防队跟救援协会也出动了救生艇 跟空拍机到场来救援受困的民众 空拍的画面也曝光了 根本就分不清楚哪里是路哪里是河 淹水有多严重 透过空拍画面看再清除也不过 救护人员紧急进驻 还有消防车也赶到救灾 因为前方道路几乎全被水淹没 还有好几辆车卡在水里动弹不得 救难人员出动橡皮艇 总算才把受困民众给救出来 山陀儿减弱成热带低压后 持续影响被台湾 四号在新北市万里带来超大豪雨 滨海家头路上排水系统瞬间不堪负荷 水烟一度有两米高 以我们新北当下把旅馆一些 救生的橡皮艇都已经召集到现场 整个灾区的现场的区域 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 仅是鸡带无人机过去 整个掌握淹水的状况 原本的搏油路标显清楚 但淹水后直接变成河道 卖旺载机梯自行的防射 一半几乎通通泡水 身材工具无法使用 只好暂停营业 还有民众就住在路旁边 惨的是水都快冲进家里了 买来的机都被冲走 阿嬷吓得躲在屋内不知所措 阿公扶着住行器 勉强惊险涉水 水烟 手心在积水更严重之前 阿公阿嬷就及时疏散 才没有酿成意外 他们只希望后续 能有人来帮帮忙 赶紧修复家园 记得新北综合报道